哈囉 大家 我是Elem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泰國戰利品的第二集 那如果第一集還沒有看的朋友們可以點這邊 那第一集都是零食類的部分 那這一集就是其他剩下的部分 也是蠻多的有衣服啊 然後耳環啊 彩妝之類的 那重點是這支影片呢 有抽獎 所以你們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 最後會跟你們講怎麼 才可以參加這一次的抽獎活動 所以你們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們就先從彩妝類開始好了 先從台灣的免稅 那我在台灣的 生橫艙那邊 就買了三樣東西 第一樣是這個 這個是亞斯蘭袋的香水 因為我媽媽她之前有買亞斯蘭的東西 然後有送她小樣的 這個香水 她覺得很好聞 所以她這次就有問我說 免稅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幫她買這樣子 然後她那邊是這個組合 就是有兩罐的 那我覺得她會倒是比較成熟一點的 那一種就是 好像也是甜甜的吧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是還蠻好玩 蠻好聞的 就是蠻高級的那種味道 所以就是你們 對香水有興趣的話 這個你們可以去看看 那我記得這個一組 大概是三千多塊 快四千塊 然後她有兩個 然後是小莫術的 那她也有就是專賣個大莫術的 然後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這樣那第一樣是這個 第二個呢是這個 阿瑪妮的氣墊粉餅 那這個呢之前她剛出的時候 就非常多人說她 很好用 然後我朋友她也覺得非常好用 就好用到她 就是有回購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對這個還蠻好奇的 所以我這次就有買 那我買的是 就是紅蓋的這個 她還有另外一個 系列就是粉紅蓋 那這個好像是比較 持妝效果還蠻好 我這已經用了蠻多次了 我覺得她的妝感 真的還蠻漂亮的 而且她的持妝度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還蠻推薦大家可以用用看 那她在免稅的價格 大概是兩千 兩千出吧 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有比一般的妝怪 好像便宜一點點 那她裡面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她的粉服也做的蠻特別 是水滴形狀的 那打開的話就是氣墊粉餅 這樣子網狀的 那我覺得她 整體來講真的是還不錯 就是如果我用完想要回購的那樣子 就是她的妝感真的很漂亮 她不是那種就是非常霧面的妝感 她的光澤感 光澤度還蠻漂亮的 就我還蠻喜歡 所以冬天呢 這冬天我應該蠻常用這一顆的 就是如果你有在找氣墊粉餅的話 這個還蠻推薦你的 那再來是YSL的唇釉 那色號是之前很有名的那個416 是這個黑管系列的 那我是第一次買她這個系列 我記得我之前是有買過她的那個 小金管的 但是我自己對那一款沒有說特別的喜歡 這樣子 我比較 我反而比較喜歡Armani的口紅 但是這個真的很多人推 然後之前好像色號也就是 這個色號也一直缺過 那我這次就想說 好吧那我也來買買看好了 那她顏色是真的還蠻漂亮的 就是 爛番茄色的 就是如果你喜歡那種爛番茄色的話 你這一支一定也會喜歡 因為我真的對那種顏色很沒有抵抗力 那我這次這一集說的彩妝 我就不試色給你們看 因為我怕我影片太長 那如果你們有想要看 就是我買的泰國彩妝試色 或是上在嘴巴上的那種影片的話 你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如果真的很多人想看的話 我會再拍一集 那這一集就主要是跟你們分享說 我買了哪些東西這樣而已 那這個呢就是我的第三樣 就是YSL的黑管唇釉 那接下來這一代呢 是泰國一個很大間的彩妝店 那裡面呢有很多品牌 就是有泰國開架的 然後也有像那種歐美專櫃的 什麼都有 就有點像是泰國他們自己的Sephora吧 我覺得 反正在裡面你真的可以逛超級久的 我那時候跟我朋友真的逛很久 然後非常非常多品牌 叫這個 你們如果有去泰國的話都可以去逛 他就是專門都是在百貨公司裡面的 那我在這邊呢買了蠻多的彩妝 那首先呢就是這個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我之前就知道 我知道他這個牌子 是因為他的那個美女魚野獸的那個唇釉系列 之前還蠻紅的 然後他的顏色都非常好看 那這是他的眼影盤 我覺得他這個眼影盤很美 就是他不是全部的眼影 他也有腮紅 就有點像是腮紅眼影盤這樣子 然後他的包裝真的超級漂亮的 裡面呢就是長這個樣子 中間那兩條好像就是腮紅 那旁邊這六顆就是眼影 然後有霧面的跟珠光 我覺得都很不錯 這個牌子的唇膏呢 我也看到很多人有推薦 但是因為我這次真的 買了很多的口紅 所以這個牌子我就沒有買他們的唇膏了 但如果你們之後有去泰國的話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這個牌子 我覺得這個牌子還蠻不錯 再來呢也是一個泰國自己當地的牌子 是叫二P 這個牌子呢超級便宜的 我有買他的腮紅也有買他的口紅 然後價格大概是一百多的泰銖而已 非常的便宜 所以你包裝都不會心痛 那我這次呢就是買了這個腮紅 我買了這個一號 然後也有買八號 然後也有買二號 這種是比較橘的 然後還有買九號 九號是比較深一點的 很適合秋冬 然後還有買一號 一號是比較土橘色的 這個也很好看 我這幾天還蠻常用這一顆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看 那再來就是這個是他的口紅 他的唇膏 我覺得他們的外型我自己都還蠻喜歡的 雖然都是塑膠 但是不會讓你看起來很廉價這樣子 那這個色號是七號 就是有點像是紅棕色那樣 也是非常適合秋冬 我也有買他們這種小莫數的唇釉 他們這個唇釉色號真的很多 然後顏色都非常好看 我買了三隻 那這個超級便宜 才99泰銖 我就是買來送完都超級適合的 那我買啊 買的色號呢有這個是十四號 然後還有買三號 然後還有買十三號 十三號這個我已經用了 這個顏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一個很日常百搭的顏色 他不管是厚圖或者是薄圖 我覺得都非常好看 就是這個我真的很推薦 他而且他擦起來也不會很乾的那種感覺 就是質地啊 顏色價錢都超級可愛 所以如果你們有去泰國 一定一定要去買他們家的東西 因為這個CP值超高 接著是這個牌子的口紅 我不知道是這個牌子還是這個欸 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他們的品牌名 因為這個也是我無意間逛到 也一樣是這一間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他的包裝 還蠻對我的味的 所以我就有稍微去試色一下他們的口紅 然後發現他們家的口紅也都很好看 那這個呢色號是二號 然後顏色也是比較那種橘紅的那一種 我覺得也超好看 然後我那時候就試了 我就給我朋友看說 欸這個牌的顏色 就口紅顏色都非常好看 然後他們也在看 最後他們也都帶了 只是跟我帶的顏色不一樣 他也有像那種就是 土色系啊 橘色系那種 痾磚紅 我記得都有 反正顏色也都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來呢也是一個小莫術的 這應該也是唇釉吧 他的品牌好像是這個欸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這個是什麼牌子 因為他們泰國那邊其實真的有非常多的牌子 我沒有這麼的知道有哪些 我比較知道的就是 像是for you 2啊 或者是剛才那個2P 就這兩個比較 比較知道 還有剛才那個眼影牌的那個品牌 那其他這種 我就真的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但那時候我在試色的時候 就覺得欸這個顏色也很好看 他們的顏色真的都非常的飽和 然後很顯色 然後質地我覺得也都很不錯 雖然是價格都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就 買了很多 那這種的應該也是就是那種 南瓜色之類的吧 反正就是我都是挑那種顏色 那這個我覺得也很適合拿來送人 我記得這個也很便宜 就大概 不知道有沒有100塊太多 就真的便宜得很誇張 最後呢就是我有在那邊 當然一定要買for you 2的東西 最近真的是超級紅 這牌子真的超級紅 但是呢 他們那邊的色號 好像沒有台灣的多欸 他們那邊都是二十幾號到三十幾號 像之前的什麼一號啊二號 那種各位數字的色號 還有十幾號好像都沒有 所以就是顏色沒有這麼多 那我這次唇釉呢有買三隻 那色號呢分別是這個是三十號 然後還有這個三十三號 三十三號我已經有試插過 顏色超好看 就是一種就是也是那種 深色 深色紅色這樣子 然後帶一點 反正就是很好看 就帶一點棕色那種 就他們那邊真的超多這種顏色 然後我都非常的喜歡 然後第三隻呢就是四號 這應該是比較偏那種南瓜橘的顏色 那他們的飽和度真的都超級高的 就是你只要塗一點點 你就可以塗滿整個嘴巴了 反正這個真的很好看 那那邊的這個態度大概是兩百出吧 我有點忘記了 那現在台灣去城市有一些 也都有進他們的櫃 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去看的話 你們都可以去 就是找找看有哪幾家去城市 有在賣他們家的東西 像我前幾天去那個東區ZARA 就是忠孝敦化 ZARA旁邊那一間很大間的去城市 有進他們家的櫃 我就覺得很不錯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買他們家的東西 可以去看看 然後他們家的腮紅呢 怎麼可以不買 他們家腮紅也是超級多顏色 然後很可愛 那我這次去泰國就只有 他們就只有愛心的 之前是有那種圓形的 但是我那時候去好像都沒有看到圓形 圓形是舊版 然後現在都是這種愛心的 然後他有分就是有亮面款 跟霧面款 然後也有霜狀的 就是有不同的質地這樣子 那我這次買的色號這個是M6 就是比較深一點的 然後還有這個C3 就是色號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是M1 這樣 但我有點忘記他前面那個 英文 呃代表是哪一個質地 還是我現在可以拆一個來看 我現在拆的這個呢 是M1的這個色號 然後他的外殼呢 也都是塑膠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好可愛喔 真的上有些會爆發耶 然後打開裡面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還有鏡子 真的還不錯 然後M好像是霧面的 我剛才看這個是霧面的 那S可能就是有珠光吧 還是什麼有點忘記了 C 我有點不知道耶 因為我這兩個都還沒有開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就是他們都非常的顯色 所以如果你喜歡那種比較顯色的腮紅的話 他們家你一定不能錯過 我去泰國啊 最期待之一的行程呢 就是他們的沒有Sephora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逛過Sephora 然後一聽到泰國有Sephora 我覺得非常興奮 我就覺得 喔天啊我一定要去那邊逛 然後買很多東西 但是我發現泰國的Sephora 真的是還蠻貴的 就是有一些東西可能還比 台灣或者是代購就是貴很多 那我就覺得 那我就請代購買就好啦 但是我去到那邊我又覺得 不行我一定要買個什麼東西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買BECCA的打亮 因為他的那個 評價真的非常好 那我也有去摸 我也覺得很不錯 但是一顆打亮要 好像一千五百多還一千六百多 就我就覺得有點太貴了 但是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有賣這種小的 小的那種BECCA打亮 我覺得欸很不錯 但是我記得他這個色號好像就 就只有這一個 所以他沒有全部的色號都有做這種小的 但是我就覺得欸 這個顏色我也蠻喜歡的 然後我這幾天 昨天把有 就拿來用 我覺得他真的很亮很漂亮 就他的粉質真的是很細 然後很亮這樣 打起來真的還蠻漂亮的 那我也覺得就是 打亮你買那麼大盤 我也覺得不會用完 那他有出這種小的 我覺得很不錯 就加上我之前都沒有買過 我就想說買一個小的先試試看 如果真的真的很喜歡的話 再去買大的也不吃 所以我就買這一顆小的BECCA打亮 那我記得他是大概 嗯 五六百泰銖吧 就是我覺得還能接受 那我覺得他的外型真的很可愛欸 就是他的很小版 就是他的這個杯碟 就很可愛 他的這個顏色喔 好像就是帶那種金黃色這樣子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鏡子 我也有在泰國的MISTING買這個粉餅 就是他很有名的這個粉餅 MISTING是泰國很有名的彩妝品牌 然後我就想說 我都來泰國了 當然是要買一些MISTING的東西 但因為我本身是沒有畫眼線 他們家最有名好像是眼線筆吧 但我平常就是都沒有在畫眼線的習慣 所以我就沒有買他們家眼線筆 但他的這個粉餅好像也蠻有名的 所以我就有買來試試看 他的包裝就是長這樣 他好像羽翼粉餅嗎 有點忘記了 包裝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也不貴 我記得好像也才200多塊泰鎚而已吧 就不貴 然後裡面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粉很細 粉蠻細的 然後他還有附一個粉菇 我覺得就是這種就是你補妝用都可以了 不錯 接下來是一些要的部分 那首先呢就是 這兩條 酸痛藥膏 這個其實是我幫我朋友買的 我自己沒有買 但是他在泰國好像很有名 因為他都擺在就是 藥類的前面 就是很多人好像都會買這個 但我不知道這個好不好用 他有分紅色跟藍色的 然後這個也不貴 我記得也大概100多泰鎚吧 然後 好像蠻多人買的 你們有用過嗎 如果好用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他好像就是酸痛藥膏之類的 再來是這個 這個在泰國好像也很有名 他好像就是 可以讓你比較不會咳嗽的那種藥 他裡面好像就是一小顆一小顆的 那因為我們這次去泰國 我朋友他們很多都在咳嗽 所以就是大家都買了這個 然後 效果好像 那就 稍微 好一點點吧 但因為他也不是真的藥 所以可能就只是 稍微讓你不要這麼一直咳嗽 這是我爸爸叫我媽買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吃過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到底有沒有效 這是在泰國呢 其實也買了很多 就是香氛類的東西 或者是 身體乳啊 護手霜 他們那邊的好多牌子 都有出這些東西 所以 我就覺得 是不是要來買一下 然後很多的那個包裝看起來都蠻厲害的 那首先這一個牌子 是我看很多人去泰國都有買 就是這個牌子 牛奶的這個牌子 你們應該不陌生嗎 因為我在看就是 事前做功課的時候 真的看到很多人都有買這個牌子 而且他 他很便宜 他超級便宜 我記得 他這個洗面爐 這是洗面爐 然後大概才130泰銖 那時候我 我跟我朋友就是他們都 買很多 然後買了十幾罐嘛 然後又有折扣這樣 就算下來更便宜 那我這個是還沒有洗 所以我不知道他好不好洗 如果你們覺得他要好洗的話 你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再來就是這個 身體乳液 這個我就有用了 這個我很喜歡 它保濕效果真的很好 它擦起來真的很舒服 完全就是不會有厚重感 然後很快就吸收這樣 這真的很厲害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好像是去角質的吧 也是洗臉的去角質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不好用 它裡面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時候好像就是要湊什麼 買幾送幾之類的 所以我就有買一罐這個 跟我朋友一起湊 然後看到這個包裝 就已經很想買了 因為它的包裝 就是那種很簡約的那種感覺 然後看起來質感超好 然後我記得它這個味道 是 這什麼 我有點忘記 但是我覺得很好聞 然後也是 很好吸收的那種乳液 我很喜歡 因為那邊都有可以試用 那我就試用完 覺得還不錯 我就買了 我記得這罐是250泰銖 也不會說很貴這樣 接下來是一個護手霜 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好像在泰國也 蠻有知名度的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在 Terminal21買的 它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蠻小條的 然後味道的話 就是比較 好難形容味道 果香類嗎 我覺得蠻好聞的 然後它也是 不會黏膩的那樣子 這個味道我媽媽有聞過 然後它也覺得很不錯 我記得也是 100多塊泰銖 我朋友他們也有買蠻多的 這個 這個牌子 如果你們有去泰國 可以稍微留一下 再來這一家呢 是泰國非常有名的 一間也是香氛類的東西 就是這個牌子 你們應該不陌生嗎 因為我看很多人去泰國 都會去買這一間的香氛東西 就是它也是有什麼 吸收乳啊 身體乳啊 擴香啊 什麼都有 然後它的味道也是 非常的多種 那我這次呢 就只有買他們家兩樣東西 因為它其實 沒有說非常的便宜 它的一罐 可能洗澡的 就要大概 七八百這樣子 就是有一點點價貴 但是我又覺得 我來泰國了 就是 一定想要買這個牌子 所以我就買了這兩樣東西 第一個呢是這個 這個就是香膏 就是小小的 我覺得香膏是一個 就是你可以隨身攜帶 然後如果你去吃火鍋啊 或是燒烤 你覺得你身上味道很重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香膏來補一下 然後它的包裝我覺得 也很精緻 它的這邊 的材質我覺得很棒 然後味道的話 就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高級的味道吧 我真的覺得味道很難形容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啦 然後裡面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一個的話 是四百五泰銖 就是 不算便宜 但是 我覺得 就是可以買買看啦 因為 它的包裝我也蠻喜歡的 那第二樣呢 是這個 這個是 房間的 芳香噴霧 我那時候 本來是想要買那個 洗澡的啦 但是我覺得洗澡的賣 六七百 就有一點貴 所以後來我就選擇 芳香噴霧 因為我還蠻喜歡 就是房間內 有香香的那種味道 所以我就買這個 那這個是 五百九太多 然後那時候 因為味道真的太多了 我就直接問店員說 哪一個是比較熱門的 比較多人買的 然後他就跟我推薦了幾個 然後我就從那幾個裡面選 然後選到這個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它也不是長這樣 包裝就還蠻 就那種 簡約古典的那樣子 然後瓶子是玻璃的 那我覺得 這個味道就 沒有這麼的甜 比較 我覺得很 舒緩的那種味道 嗯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喜歡 這個是五百九太多 所以如果你有去泰國的話 你們可以去逛逛看這一間 再來呢是這個 這是椰子油 就 泰國就是椰子還蠻盛產的啊 所以我就覺得 感覺要買一下 然後加上我自己還蠻喜歡椰子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很香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椰子油 然後那個椰子油就是可以 這個可以就是擦身體 然後也可以拿來擦頭髮 我朋友那時候就是 拿來擦頭髮覺得 就是有變蠻順的 所以他就跟我一起也買了 我們是在泰國的區城市 然後剛好那時候有買一送椰子 最後一個香粉類呢就是 這個 也是 也是 口味的 這個應該也是身體乳之類的 這是我在泰國的免稅機場買的 那我那時候有點想要把泰銖花光 然後但是又不知道要買什麼 然後意外聞到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他蠻大一罐 然後價格是545塊的泰銖 然後重點是我覺得他味道是我喜歡的啊 其實我朋友他們都覺得椰子的味道 他們不是那麼喜歡 但我自己是還蠻喜歡椰子的味道 有沒有有人喜歡椰子的味道啊 就跟我們一樣喜歡這個味道 你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服飾配件類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這次在泰國買的衣服好像 就是也沒有說很多啦 沒有像去日本或者是韓國買這麼多 但是也有買一些很不錯的東西 那就跟你們分享 首先第一件呢就是這個 喔這一件真的是超好看 這是我在恰圖恰 然後一間就是 他們自己的牌子 就是他們自己打扮設計的 他算是一件封衣外套 看得出來嗎 他其實有點皺 我還沒有胖 因為我一直都放在那個行李箱 他很好看是他做的很像斗篷的造型 我很喜歡 那時候一看到他掛在上面 我就覺得天啊這太好看了吧 然後他是做短板的設計 然後背面是長這個樣子 就我覺得還蠻有特色的 這件我覺得不便宜 這件要 八百多塊吧 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不便宜 然後那時候我還有看上另外一件襯衫 也是超好看白襯衫 但是兩件這樣買下來快兩千 我就覺得 有一點貴 所以我就只好買了一件 但這件我也覺得很好看 這件呢也是在恰途恰賣的 就是長這個樣子 一件短袖的上衣 然後他下面是有做扭接的這種設計 袖子的部分還是做這種波浪袖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顏色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信色 他的料質就是這種 有一點坑條紋的那樣的設計 然後整件就是還蠻輕膚的 那他背後呢 這邊還有做一點 縮口那種設計 然後比較偏短板那樣子 配高腰褲啊 或者是牛仔褲 或者是寬褲 我覺得應該都蠻好看的 就是一件百搭的上衣 再來這一件呢 是超級古著的衣服 就是這一件 我覺得超級美的 就是他的花色真的很不常見 給你們近看一下 就是非常非常古著的那種 襯衫 然後他的這個扭扣 還是做這種金扣 我覺得很有質感 然後我覺得這一件啊 就是你下半身配那種 A字長裙 穿起來就超級有那種 日本古著的那種感覺 然後下面可能襪子 然後配那種皮鞋這樣子 我覺得就非常好看了 那這一件 我覺得他整個細節都很棒 然後他袖口這邊 也都是有做這個扣子 這個也是我在洽圖洽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區就是賣蠻多那種古著的衣服店買到的 然後這一件也蠻便宜的 好像才300泰銖 我就會覺得還不錯 最後一件呢是這個 就是比較中性款的T恤 然後他其實是 男版的 因為我想要穿出那種 就是下半身實裝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買男款的 這個是L號吧 然後我很喜歡他這個口袋的 這個設計 林格的這個設計 我覺得很好看 再來的三件呢 是我在拉查達夜市買的 就是他也是在泰國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夜市 然後很大 首先第一件呢是這個 就是比較短扮的洋裝 然後是細肩帶 那他這一件的特色就是後面 他後面是可以綁蝴蝶件 然後露腰這樣子 這一件我覺得 就我穿起來應該是會蠻好看啊 只是因為我其實很少 嘗試穿短的洋裝 因為我覺得我的腿沒有說很好看 我基本上都一定會穿到 快要腳踝那種長洋裝 這種短的就比較少 但我有就是想要來嘗試看看 然後認為他這個顏色 我覺得還蠻好看 就是我喜歡那種楓葉橘色 然後呢他的這個肩帶呢 也是可以調節的 那我記得這一件大概是 三百多泰銖吧 就是一般夜市的價錢這樣子 第二件呢就是這一件 這一件是一個非常 仙氣十足的白色洋裝 那這一件我買了之後就 直接在泰國那邊穿了 那穿起來真的就是仙女下凡那樣子 我非常喜歡這種 就是仙女下凡的樣子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也很適合在泰國那邊穿 我會把我穿起來的照片放在旁邊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他真的很長 超級長的 就是已經會拖地了那樣子 所以我的這邊 下擺就是還蠻髒的 就真的是太長 所以小個子的女生的話 就可能沒有辦法 但他穿起來真的是很鮮 最後一件呢 是這一件紫色的襯衫 這件我看過model 穿在身上 我就覺得很好看 他這個紫色 我就很我的菜 然後重點是 他的這個袖子 是那種寬袖 然後這邊有綁帶 他就可以把它縮起來 就有點像縮口這樣子 我覺得造型感很足 然後加上這個顏色很特別 我覺得在冬天穿的時候 就是特別亮眼 我還有在拉茶達夜市買了 這個 小孩子的衣服 因為我要送給我子女的 我姊姊他 小孩才剛生出來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想要買給他 就是一個大象的 泰國很有名的就是大象嘛 然後他很可愛 這邊還有一個小袋 超級可愛的 然後這是要買給他的 最後一件衣服呢 是這一件 這一件是我在 好像是在Terminal21買的 就是泰國一間很有名的百貨公司 那我看到這個顏色是我的菜之外 他的袖子是這種 又是這種 有點 蓬蓬的這種袖子 我真的對這種袖子 完全沒有抵抗你 我就覺得很好看 然後他的下板 還有這種 可以打結的設計 還蠻好看的 就是 我平常會穿的那種風格 然後材質也蠻不錯的 我記得這一件是 490泰鎖的樣子 就是跟 冬去的價錢差不多這樣 我覺得Terminal21他們 這個百貨公司很酷的是 他不只就是有專櫃品牌 他其實也有像這種 很像東區小店那樣子 然後價格就不會說到這麼貴 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很值得去逛 在那邊可以挖到一些 而且賣東西真的超級多的 衣服的部分呢 就告一段落 那接下來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可能包包啊 然後鞋子啊 一些小配件等等 那首先第一個呢 是這個 這個是髮帶 然後這是H&M的 也是在Terminal21 我就看到這個 很可愛 它是那種毛的 就想說冬天要來了 感覺毛這種髮帶可以買一下 然後我覺得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超便宜的 才100泰鎖 它可能在清倉還是什麼吧 我就覺得很好看 我就買了 我這次呢去泰國 就是莫名其妙的買了很多包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感覺很好買 第一個是這個 這是竹編包 就我去之前我就一直 就一直跟我朋友說 我一定要買竹編包 一定要買竹編包 但是我覺得它那邊的竹編包 沒有說特別便宜 而且遊戲還蠻貴的 但是我覺得有比 就是台灣一些網拍便宜啦 像這個好像就是 300塊吧 這是我在那個 碼頭夜市買的 然後它是做圓形的 蠻可愛的 再來是這個喔 這個也是竹編包 但是它是方形的設計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它整個做工 還有配色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然後它的這個扭扣 就是這樣打開 裡面呢 就是長這樣 有花花的這個布 就很適合帶去野餐 但是它這個容量 真的是超級小的 就可能 你裝個什麼 比較厚的錢包 就滿了 就有可能會蓋不起來 但是我就覺得 這個搭配洋裝啊 或者是 比較夏天的穿著的話 都非常適合 再來是這個 也是竹編袋 這個我超級喜歡的 因為它這個圖騰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它真的還蠻耐操的 因為我 這個已經背了蠻多天 然後我裡面都放很重書 然後它也不會就是 壞掉怎樣的 它這個袋子啊 有 比較長的 然後也有像這樣子 比較短的 這個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 非常好看 這個是我在恰途恰買的 然後我記得這個是大概400泰銖 我超級喜歡這個 再來是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 也是我在恰途恰買的 我覺得它這個型超可愛的 就是很像相機包 非常的可愛 然後它的這個圖騰呢 就是有這樣大象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就是你如果走一個比較休閒 然後比較可愛的 背這種 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再來我在恰途恰呢 還有買的就是這種 這種 算是錢包嗎 還是就是這種 小的收納袋 我覺得 很好看 它的這個做工我覺得 看起來都超精緻的 它那個花紋 質感真的很不錯 就是可以 拿來送的 你都不會覺得 你是亂送的那樣子 我覺得這個 很有質感 那最後一個包包呢 就是這個 泰國非常有名的BKK包 那我選的是這個 有蕾絲 然後也是杏色的這個 款式 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感覺比較 特別 然後也比較符合我平常 穿搭的風格 感覺會很好搭 蠻喜歡的 然後它的袋子呢 我是有加購不知道多少錢 就是看起來比較精緻的 不然它其實送的就 質感沒有這麼好 好那再來想要跟你們分享的 就是一些耳環 還有 墨鏡 還有鞋子 那首先墨鏡呢 是這一副 是我在恰主恰買的 我覺得很好看 重點是你知道 這一款 多少錢嗎 這個才150泰銖 超級便宜的 這個 它的質感就真的很像 就是我們台灣夜市遊的那樣 然後但是台灣 可能要買個 三四百塊那樣子 它這個 我覺得它的細顏都做得很漂亮啊 旁邊這個 也都做得很棒 才150欸 150泰銖 帶給你們看 它到底還是像這樣子 它的那個 框是有點帶紫色 然後這邊比較深 我覺得戴起來還蠻好看的 這樣 超級推 如果你們有去掐什麼掐啊 你們一定要去觀望他們的墨鏡 就是 就是 我還蠻喜歡的 這是一些耳環的部分 泰國其實 賣很多耳環 超級多 而且都很便宜 就是可能 四副一百泰銖 然後或者是五副一百泰銖 真的很便宜 就是那種夜市啊 賣的都超級便宜的 但是我這次有很驚豔的 就是我在這邊 我在泰國 就是認識了一個牌子 叫歐拉拉 他們家的飾品 真的都超好看 只是就沒有像我剛才說那種便宜 但是 還是蠻便宜的 就大概是三四百塊 四五百塊那樣 但質感真的 提高很多 就是你看 就一看就知道這不是便宜貨 我這條項鏈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他們家的 我覺得超級好看的 這一條好像是 五百九還是四百九吧 我就覺得很好看 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還有買 這一副耳環 他的耳環都非常的有特色 這個很適合拿來搭洋妝 然後他的 前面這個紋路啊 質感都做得非常的好 超好看的 這個是另外一副 也是他們家的 你看 他這個真的是 細節沒在跟你馬虎耶 這戴起來真的超好看 就超級有特色 感覺就很不會撞款 看 非常好看 這個是三百九八 然後他們家的飾品 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然後他 再來像是 碼頭夜市也有 然後 曼谷的Terminal21也有 如果你們之後有去泰國的話 真的非常推薦 你們可以去掛這一間店 他的店 店名就叫這樣 歐拉拉 很可愛的店名 非常推薦 剩下四副耳環呢 都是我在 不同的夜市買的 那價錢 都超級便宜 大概就是 三十四十幾塊 泰銖 那第一副呢 就是這種 比較 線條感的 我覺得戴起來非常有氣質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雖然他便宜 但是我覺得質感很不錯 然後配洋裝啊那種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這個呢 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很簡單 百搭的 那種上班上課 都可以搭 那他的顏色 我是選杏色 我非常喜歡杏色 所以 我這次買了好多杏色的東西 然後這個 我也很喜歡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這個是也是那種 比較素的 然後也是上課可以戴 但是我發現 這個我戴回來啊 好像有點生鏽了 就便宜的 好像就品質比較不好 這個我還沒有戴過 然後一個呢 是這一個 這個我自己很喜歡 我也戴過 蠻多次的 他是那種 霧面消光的金色 看起來質感非常好 然後他的風格 就比較韓系女生 會戴的那種風格 就是也是簡約百搭款的 這次呢 還有買一雙VILA的涼鞋 超級可愛的 這是我在一間 就是類似商場的地方 然後一間運動品牌店 就是裡面有各個不同的運動品牌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VILA的涼鞋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就買了 他是魔鬼站的 覺得超級可愛 這種就是配那種運動 運動款那種襪子 然後再配這個 我覺得蠻可愛的 好那最後幾樣呢 就是一些小東西 那首先第一個呢 是這個 護照夾 他是皮製的 你會發現泰國那邊真的是 很多這種皮製的東西 然後都可以做客製化 像這邊呢 就是打我的 呃 零 就是打我的 名字之類的 然後他的這個皮革 你也都可以選 那我選的是這種 有點 灰灰藍藍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質感看起來很好 然後裡面就是放護照的 然後有這個 夾層 之類的 我覺得很不錯 重點是這個超級便宜的 我記得才幾十塊泰鎚而已 真的很便宜 再來這個鑰匙圈呢 也是我在恰土恰買的 他的那個店面超級小 但人很多 他是那種鑰匙 就是你都可以選他這個 呃 後面的那種 樣式 他有很多 然後他可以打字 我一樣是打我的名字 這個 質感 真的很好 他這個字啊 打得真的很漂亮 然後他也有這種 比較大的 款式 然後也有那種小小的 然後還有那種 行李吊牌 然後上面都可以打字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然後質感超級好 我朋友在那邊 打了好多個 因為這個也很適合拿來送人家 最後一樣呢 是這個 補夢王 超級漂亮的 你看連補夢王都要是杏色的 我覺得他這個配色非常的溫柔 然後 這也是我在恰土恰買的 然後他也是有分尺寸 那我買的是比較中型的 他還有更大的 然後也有那種很小的 那每一個價錢都不一樣 但都不會太貴 這我記得好像一百出吧 就質感也都蠻好的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這次泰國所有的戰利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很過癮 那我現在呢 要來跟你們說我的獎品 抽獎的獎品是什麼呢 總共有兩個 就是我會抽出兩位這樣 那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我要送出一個2P的腮紅 然後顏色呢 是2號 是那種橘紅色的 我覺得 大家應該都可以駕馭得了 那我覺得顏色都非常好看 那第一個獎品就是這個 第二個呢 就是 登 這兩個包包 一個是這種大的包包 就很像我剛才說的那種相機包 我自己也有買一個 那這個呢 我覺得他的圖騰也非常漂亮 這是要送給你們的 然後再加上一個這個 小錢包 我覺得他的這個圖騰也非常漂亮 他們那邊也賣的超多這種 小小的零錢袋 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第二個獎品就是這兩個一組 禮物呢 我都是隨機抽的 參加這次的抽獎活動呢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要按這支影片喜歡 那第二步呢 就是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第三步呢 就是要追蹤我的IG 我會把它放在旁邊 因為你要追蹤 你才會看得到得獎者是不是你 我會把它放在現實動態 那第四步呢 就是 在下面留言 不管你要留什麼都可以 只要不要是罵我就好 好 那你只要做到這四點 就代表你 可以參加這次的抽獎 會在11月16號 大概晚上6點的時候會抽出來 所以那一天 你們就留意一下我的現實動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